立法院休會了 但沒有想到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立法院院區裡面 驚傳了救護車的聲音 驚動了整個立法院院區裡面 所有的立委還有包括助理 到底怎麼回事 沒想到主角居然是沈柏陽 他的一位女性的助理傳出來說 跟沈柏陽在討論 要把他解僱 要把他開除 他情緒一激動 當場在辦公室裡面直接吞藥 來表達他的抗議 這個消息是週刊報導出來的 大家都很震驚 甚至已經也拍到這個救護車 抵達了這個救護室這邊 要把人接過去 但沈柏陽出來講了 卻完全是另外一番的狀況 他說沒有啦 這個助理不是女的 他是男的 而且我跟他很好 我跟他認識五年了 我跟他爸爸也很熟 我們行同朋友一樣 非常非常親密 我跟他討論的不是解僱 但我跟他討論是工作的狀況 那至於工作狀況 到底是壓力太大什麼呢 他就沒有多講 那他有告訴大家說 沒有 他就是有吃一些常規的藥 聽起來意思是說 比如說高血壓等等 就是每天固定要吃的藥 他在討論工作 討論到一半 他突然吃了藥之後 他就不舒服 所以後來他們決定要送醫 那到底怎麼回事 聽起來有點羅生門 另外一個大家也覺得很驚訝的是 昨天晚上10點多的時候 民眾黨的發言人 美女發言人稱林子宇 自己一個人居然就出現在 畢潭的湖水裡面 那被發現的時候 他抓著這個天鵝虎 不是動物的那個天鵝虎 是那個腳在踩的那個天鵝虎 就扶著他 然後大家看到說臉色慘白 救起來這個有點氣虛的狀況 那後來有其他目擊者 陸陸續續的把他拼湊起來的狀況 有一個姓何信的保全 昨天晚上人家也去拍了 說聽到有人在叫 東岸有人在叫林子宇的名字 說林子宇 林子宇不要跳 林子宇是出現在西岸 抓著天鵝虎 他們看到的畫面是這樣 臉表情非常慘白 那其實他在昨天下午5 6點 天還沒暗的時候 他就已經出現在 碧潭的這個地方 他在西岸裡面落水 然後東岸有人叫他的名字 然後有一個目擊者說 他是自己慢慢緩緩的 一步一步的走到水裡面 這很像韓劇在演青森的時候 有些人用走下去 那這個他自己後來解釋 也撲了一張照片 在病床上面說 我是不小心滑 腳滑 掉在水裡面 那還好媽媽小時候 有逼他學游泳 他說他非常愛他的工作 然後太矮了上不來 心理生理狀況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工作沒問題 難道是感情出了狀況 感情亮了紅燈嗎 那提醒大家 鬼門即將要開了 碧潭有很多靈異的傳聞 到那邊真的要小心 而且人家都說那邊是青森的一個聖地 很多人在那邊 還有傳說有看到白衣的 紅裙的這些女鬼 非常非常的這些 大家去的時候 本來就要小心 那鬼門即將要開了 要更加的小心 請教楊明 其實因為我們記者室就在醫護室的樓上 然後每一次只要有這種救護車到立法院 都停在我們就記者室的樓下 所以如果有這種事情的時候 記者一定第一時間就跑出來看說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確認說到底送醫者是誰 都會有這個第一時間去打聽 當然這一次比較奇特的是說 週刊第一時間報導還掛獨家 可是跟最後沈柏洋辦公室 去回應的內容是天差地遠 完全不一樣 當然我覺得週刊有必要去解釋說 為什麼他得到的資訊 跟沈柏洋辦公室官方說明 是不一樣的 不管是哪一種 我們覺得沒關係 重點是那位助理去讓他平安 沈柏洋辦公室說沒有 你也不能說他有 這個就是這樣 他說他就是一般的用藥 你也拿他沒辦法 這個事情就是這樣了 同樣的 而且如果落差太大 這個助理恐怕也會出來再多說什麼 沒錯 當然後續我說 如果真的有那種什麼非法解僱或什麼 也許過一陣子 讓子彈飛一下 可能就會有人來爆料 那如果有這個傳聞的話 臺北市勞動局應該會主動去查嗎 不會 那就是你要有人去申訴 所以我說也許過一陣子 這個助理想一想 還是要去檢局或爆料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這個看後續要不要處理 民眾黨發現這個事情 當然今天一大早 因為這個新聞 昨天大概是凌晨的時候 開始有媒體報導 然後今天的凌晨 結果像今天早上 我訪問的是林濤 林濤說他才跟林子宇去美國官選 就是前兩個禮拜的事情 他們去看那個共和黨的全代會 林子宇他們是同一團 那他的觀察 林子宇有任何身心的狀況 他說很正常 他說他們都一起 他說就是你知道 那個官選團是要一起相處 這個一兩個禮拜的 所以這個旅遊的過程 或是說在這個公墓的行程裡面 沒有任何異狀 他說都很正常 所以他是滿訝異 他看到社群 這不是才跟我一起去美國的 所以像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當然第一個 人平安最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任何狀況 我覺得民眾黨要提供 趕快提供相關的資源 就是說不管是什麼樣的資源 都要提供 讓他確認說真的身心狀況 都沒有問題 像柯主席立刻馬上到醫院去探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 其實碧潭的傳言非常多 你知道他那邊 他那個叫做天鵝船 碧潭那邊有很多人去搭天鵝船 他那個船的員工 就是在那邊經營這個 船的業者的員工 他們說他們有時候 這個一年 就是在裡面落水的 不管是有意無意 至少二三十個 然後呢 一年二三十個 然後救起來的可能有一半 而且大部分都是他們員工在救 有一半沒有救起來 對 有一些你就沒辦法 因為可能你沒有看到或什麼 他的時間點 因為像丁鵝船 他們有時候有營業 如果有看到有 有這個狀況的話 通常他們都會去救 如果是深夜 那就像十點就很危險 對 所以我才說 也許如果今天真的是 目擊者說 他五六點就在那邊徘徊 然後深夜才落水 那確實我覺得 他可能有某些的狀況 但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說他身心裡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就祝福他 希望他能夠趕快出院平安 回到民眾黨的工作崗位上 柯P昨天晚上也去看他 可是柯P自己 現在是不是也身陷危險 因為謝龍介議員說 九月很可能就要辦柯文哲了 柯文哲現在是不是很危險 但我們也看到柯文哲 好一陣子沒有聲量了 很多的這些新聞都不是他 跟他無關 他是不是有點寂寞 所以他忍不住嘴巴 就開始講了 他說獨裁者都非常的愛國 像賴清德就有這種危險 他說意識強盜 好像說我都對的 我做的事情是愛國的 我什麼都是對的 他說賴清德留個小胡子 就跟希特勒會很像 照片在這邊 是不是留個胡子就會有點像 然後中分改成旁分 可能就跟希特勒長得非常像 但是他這些話出來 包括藍的 綠的人 都覺得非常非常不妥 覺得他的比喻 有點太過嚴肅了 謝龍介有講說 這樣子講賴清德會翻臉 最近有聽說 九月就要辦柯文哲 九月再過一個多月 一點點而已 就要到了九月 是不是真的會辦 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民進黨 現在毛起來對付他 包括洪勝翰 洪勝翰他找了一個 他在選舉的時候 有氣候方面的顧問 叫做呂學海的 坦白講其實他被指控 有所謂開了一堂課 叫做什麼台灣淨靈學院 這個課我覺得很驚訝 居然會要30萬元 是完全沒有合法立案的 這為什麼有人願意 就你花這麼多錢 你自己不研究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合法立案嗎 怎麼會就這樣 把牆花過去 他就跳出來說他受害 黃國昌的就說 這是私人糾紛 而且跟柯文哲 到底有什麼關係 硬要扯到柯文哲 不管糾紛如何 硬要扯到柯文哲 攻擊柯文哲 這是鐵真正的事實 民眾黨也說跟他無關 選舉完都已經選完這麼久了 已經沒有接觸了 柯文哲還說他要接濟高昂 民進黨連這個都可以罵 卓冠廷說 賽出了他超過1000萬的存款 還需要嗎 等於說民進黨現在攻擊柯文哲 都是找所有的理由 無所不攻擊 講到金華城 柯文哲現在有一篇報導裡面出來 引發很大的爭議 他脫口就說 對 我就是土利的話 那我到底是哪裡不合法 這一個話一出來之後 就炸鍋了 原來他自己承認他土利嗎 這也太扯了吧 講完說他真的這樣講嗎 講完的回答 其實有高竿 有計較 請教一鋒 好 我們先講一個 就是剛才桌長問他說 這個客三十幾萬 怎麼會這麼貴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台灣有一個亂象 就是每個企業 尤其是上市上位企業 都要ESG 都要做永續 這個碳牌要禁鈴 可是沒有一個真正認證的單位 所以你就會讓這些人 有機會到處去開課 你說洪生漢跟卓冠廷 最近為什麼一直要對著柯文哲來打 雖然龍介兇說是9月 但我們聽到的是 不用等到9月 不要忘了柯文哲什麼時候生日 8月6號 8月6號 明天8月1號 對啊 8月6號 是下禮拜 是禮拜二 已經幫他算好了 是禮拜二 會不會那麼早 其實不一定 要看檢調辦案的一個動作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是 過去來講有很多的專案 會在禮拜二發動 為什麼要在禮拜二發動 因為禮拜一的話 前面是6日 大家要休息 太倉促了 很多專案為什麼是禮拜二發動 因為禮拜一剛好上班 大家把券整理一下 禮拜二發動搜索 但是他這次 因為8月6號剛好在禮拜二 所以大家才為這個封文出來 為什麼他會講到圖利這個事情 其實你要看他的前言後語 他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說 如果你覺得圖利的話 那五十幾個人 因為他這種都審 五十幾個人都要抓 其實不用 只要五十幾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 出來反水 出來咬 那恐怕就會中 而且這個東西 對柯文哲 前市長來講 現在講的柯文哲主席 其實你講的圖利 你一直覺得說 那圖利什麼 你絕對有問題嗎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圖利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損害的是國家的法益 你損害的是國家的法益 你並不是說有個金流 有個對價 州長的錢我拗過來 我弄出來給陽明大哥 所以金流湊過我 如果你今天來講一件事情 財團不應該有的東西 你給了財團 那誰受害 國家受害 對不對 這些獎勵容金 這些都是可以賺錢的 這些都是可以拿去賣的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做銷售的 你不要覺得說 我又沒有收錢又怎樣 如果他不應該得的東西 那就是這些東西 應該是誰的 應該是國家的 你要這麼多龍機 你可以再去買 你還可以再去買這些道路 這些東西 你要有東西 才來跟國家換 所以這東西來講 劉淑慧說是法 我覺得他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你想想看 大巨蛋現在風風光光 我們待會兒也會討論到 大巨蛋的案子 李肅德有拿到錢嗎 沒有 李肅德9年 判刑9年進去關 大巨蛋現在風風光光 如果柯文哲 在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有圖利的問題的話 到時候也要有人進去關 然後監華城會怎麼樣 監華城還是很開心 歡歡喜喜的 拿了這麼多的龍機繼續蓋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真的不用再講其他的東西 因為你真的 我覺得他跑不掉 不過柯文哲說 他有被斷章取玉 對 他說他前後文是說 好啦 那你就算說 我真的圖利 那我到底哪裡不法 但是掐頭屈尾之後 因為他自己的語法 可能在整個慎怒 在多次這件事情的情況之下 就被人家抓到了那一句話 柯文哲這要解釋 那裕豐剛剛講得很清楚 不是說你沒有拿錢 就沒有貪污 或者沒有圖利 重點是你有沒有讓廠商 拿到不該賺的錢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 我剛才也是被斷據了 就是柯文哲你跑不掉 你終究要到檢方那邊去 有一個說明 而不是說這個案子他就跑不掉 我以為就是這個 沒有 我以為就是這個意思 還要跟你按一個讚說 另外一件事情 剛剛講到這個新北市黃國昌 他的這個話題也很多 他在跟陳世軒對話的時候 他說陳世軒先講了一句話 說柯文哲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新北市長一定要贏 這個國民黨聽了 不知道心裡是什麼感受 另外一個在新北市每一區 都要提他們自己民眾黨 優秀的議員 而且要成立黨團 意思是什麼 至少要有三席 這個所以等於說 可以設立一個KPI 然後這個黃國昌就想說 因為大家就點他說 新竹市現在可能要有一個強將 你要不要去新竹市 黃國昌說 我對那個沒有意思 我志在新北市 如果新北市議會 沒有設立黨團的話 他附今請罪 剛剛講到大巨蛋的案子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一個 也是新的KPI 蔣萬恩自己說 這個周杰倫可能就心碎了 8月沒有忘了 但是蔣萬恩講說 8月他要拼通過蕭安 10月的時候要辦國慶晚會 他點獎 希望江會付出來辦演唱會 不過江會的經紀人 倒是很淡定 我們江會沒有付出的計畫 但是新聞幕後 這個指定要在大巨蛋辦的 居然傳出來 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這怎麼回事 請教楊明 首先我們先從大巨蛋辦國慶晚會 我們的國慶籌委會的主委 就是韓國瑜 所以基本上過去很多次 歷屆的院長是可以主導 國慶活動他的 比如說要設在哪一個縣市 或怎麼樣 內政部 內政部是執行單位 所以內政部跟立法院 其實是國慶活動的主要的靈魂 所以你會發現 劉士芳部長也有一些說法 這個韓國瑜院長也有一些說法 不管怎麼樣今天其實到大巨蛋 我覺得滿好的是說 其實國慶晚會 已經很久沒有到雙倍舉辦了 你看包括有分好幾個 一個叫國慶晚會 一個叫國慶煙火 這個晚會應該是有藝人表演的 那一種 就是四海同心晚會 以前是僑界你知道嗎 是因為很多的僑胞會 在國慶期間回來 然後會有一場這樣的晚會 就是讓僑胞們能夠參與 會邀請很多的 會邀請很多的藝人來表演等等的 近幾年辦得比較活潑 所以他跟國慶的煙火 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國慶晚會歸國 國慶晚會 煙火歸國 煙火 所以能夠如果今天台北 有一個這樣的大巨蛋 他不怕風雨 這是很重要 第一個 他不怕風雨 然後夠大 就變成說國慶晚會 不只是透過轉播 他現場能夠容納的 至少三萬人以上 可是我們會有這麼多觀眾 去看國慶晚會嗎 如果今天卡斯夠強 免費去看演唱會的概念 某種程度也就是 我覺得大巨蛋某種程度 講完他也是一種程式行銷 告訴大家 我這裡可以辦演唱會 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講完是希望 藉由這樣的機會 告訴大家大巨蛋 可以多元的用途 好 那講到 周杰倫的心願不就睡了嗎 沒有 因為現在大巨蛋看起來 可能要九月以後 才真的有可能有歌手去辦了 周杰倫八月的空檔 空出來沒有用沒關係 之後如果有空檔趕快空 但是周杰倫要的是歷史留名 沒關係 因為還沒有專人 就是唯一單人一場的演唱會 所以他還是可以卡 沒錯 黃國昌的部分是因為 其實你說柯文哲 期待新北市長要贏 如果有能贏的人 當然很好 對民眾黨來說 我現在新竹現在火在燒 我如果能夠再搶下一個根據地 當然很好 尤其新北市全台灣人口 最多的直轄市 能夠搶下新北 對很多想要選總統的人都會覺得 我有一個很強的根據地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新北 民眾黨有這個能量嗎 然後還有一個 黃國昌到現在都還沒有正式鬆口 要選新北市長 雖然大家都認為說他應該會選 可是他現在目前都是用 我立委的責任區在新北 所以他的服務處設在新北 他的責任區 所以為什麼他說 議員候選人如果沒有黨團 我付金請罪 可是他沒有提到市長 所以現在你看包括新竹 如果要補選或幹嘛的 是不是黃國昌有可能成為悲哀 都被討論的狀況下 目前黃國昌都還沒有明確的表態 他堅持沒有鬆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民眾黨不是一個可以主導選戰的角色 什麼叫不是主導選戰 不是說他們沒有那麼強 而是說今天你也要看藍或綠 跟白之間的進和關係才來決定 比如說像上一次高鴻安很明顯 藍軍願意配合支持高鴻安的時候 高鴻安當選了 同樣的如果今天你推出來的人不夠強 那在縣市長裡面可能就會變成犧牲品 那如果你只是為了帶小機 那當然黃國昌這個角色就沒有那麼重要 就不是為了贏 而是為了把話題製造出來的話 讓議會黨團成立 我覺得黃國昌也許也有可能選擇用這樣的模式 大家好我是謝亞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拜託拜託喔